照片上的工厂员工是几位印尼籍学生 继康宁大学爆发斯里兰卡籍学生 来台非法打工的案件后 行务科大也传出新南向国际产学合作专班 去年10月才刚来台的30名印尼籍学生 11月就被安排到7月实习 资讯管理人跑到工厂去当包装员 我告诉你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是超过40小时 现在进行是200个学生 你们都跟外劳一样 立委柯智恩接获学生爆料 新南向专班的学生住在新竹宿舍 每周四五回学校上课 其他几天都是同一搭游览车到工厂上班 每天占10小时包装隐形眼镜 每星期工时40小时 相当疲惫 还拿出印尼当地报导指出疑似有仲介介入 每个月可赚900万印尼顿 就将近台币2万块 吃住免费 你来这边你可以赚2万块钱 我们只收你1万印尼顿的注册费 然后呢会承担在台湾的住宿跟生活费 这都是当地的报纸 对立委提出的质疑教育部 但理部长姚立德坦诚 的确有不法仲介进行这些事情 目前确实是有一些不法的仲介 在做这些事 那你做什么样的处理 透过仲介来招生 我们扣检奖补助款 不准他办国际产学合作专班 如果严重的话 直接列入专案辅导学校 虽然教育部强调 学校若利用仲介招生 除了扣奖励补助款 也不会再让学校办理国际产学专班 严重者列入专案辅导 但柯正表示 经查共有6校利用新南向专班政策 做类似的事 其中还有一所是国力 教育新南向的漏洞 恐怕还有更多未爆弹 文续新闻综合报导